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点06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的POP最正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琥珀的艺术探索 邀请到的来宾是琥珀艺术家黄毅仁老师 老师早安 主委早安 各位POP最正点的听众大家早安 黄毅仁老师如果在这个脸书上面或是他的fancy的话都知道他叫做Ember 对不对 Ember Boy 对 Ember Boy 那黄毅仁老师他是收藏家也是艺术家 他大概估计了应该是亚洲区数量很丰富 种类最齐全的琥珀生物化石的一个收藏家 然后也策展过许多的琥珀特展 那还是要请这个黄毅仁老师来先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琥珀是什么呢 琥珀它其实简单的叙述它就是一种远古时期的那种树木分泌的一种树脂 那经历过数千万年之后形成的一种化石 所以它就是一种树脂化石 那它形成的时间我想基本上就是至少目前定义上是至少要两千万年以上 两千万年以上 所以它里面我研究的主要的范围就是这些琥珀化石里面的这些生物 对就是两千万年以上的琥珀化石里头会住着很多两千万年以前的生物 是啊是啊 很神奇耶 对啊像那个二十五年前的第一部那个猪肉鸡公园里面嘛 它就是从这个体材开始发想 从这个一颗一颗琥珀里面埋藏了一只这个远古的这个蚊子 蚊子里面科学家说里面肚子里面有这恐龙的血 就是靠着这个肚子里面恐龙的血复制出这个恐龙 是 才衍生出这个这么轰动的这部电影 你看这到甚至已经演到现在都第五集了嘛 这25年来 所以这个题材它基本上在科学界在整个娱乐界 它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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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关注的一个焦点 是那我想当然也是这个考古生物界当中一直在研究的部分 那老师你自己跟琥珀的相遇是什么时候啊 你为什么会对于它有这么高度的这种兴趣 其实跟我的看我的那个英文名字里面就可以听到 Ember Boy嘛 其实说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跟他有第一次的接触 我想我如果在看我发表过的书里面 或者在我的那个网站上我都有讲到 其实我第一次跟琥珀接触大概是在国小时期 因为我本来小时候就跟着昆虫 我对男生嘛都很喜欢玩这个虫嘛 那我想我爸那时候就买了一本这个昆虫的百科全书 它里面就有几页就在介绍这种琥珀化石的东西 那时候就第一次接触 那至于真正接触到实体 那个是大概我年轻的时期 所以说算起来也大概超过三十年以上了 所以因为喜欢昆虫 然后看到了一本昆虫百科全书当中 有琥珀化石 然后其实就解下了不解之缘 那你第一次从事这个 琥珀艺术的创作第一件作品 到现在应该还记忆有心吧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其实它跟很多我们现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生活的息息相关 像我们我记得第一件这个作品 其实我就是把它命名为Ember Boy 因为我做的是一只琥珀机器人 它其实蛮有童趣的 就是呼应我的笔名 Ember Boy 就是一本初衷 不忘初心 所以说我是把它做的 比较童趣的一个作品 那那时候刚好是部罗格 刚刚兴起的时候 那拍卖网站也是 eBay也是那时候才刚刚出来 所以我的第一件作品 其实就是在网站上 用拍卖的方式 所以实际上那时候 就还竞标的蛮激烈的 那实际上印象当然很深 那个应该13年前的事情 因为琥珀 大家知道可以做考古 可以做研究 但是它其实可以拿来做 创作的素材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这种素材呢 基本上它是蛮特殊的 因为我常常形容我的作品 是有生命力的 对 因为它这种素材里面 就包含了生命 所以说 那加上说这种素材 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故事 在里面 每一棵 每一棵琥珀里面 它这只虫 它当时生长的环境 它是什么样的种类 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包含了什么样的故事 你看连一本猪肉纪公园 都可以因为一颗化石 就可以形成一个那么庞大的一个小说 然后拍成电影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素材 基本上它有很多的发展的一个空间 来做创作 基本上它可以形成一个故事 然后我再以这个故事为主题 作为我的一个作品的一个 一个发想的一个灵感来源 像老师的创作 其实你做的这种综合媒材 其实蛮多 例如你刚刚讲的机器人 其实你是用很多零件 对 当然我那个时候最主要应用的零件 都是钟表零件 因为我们知道 琥珀它在国外有一个名字 叫Time Capsule 这种自然界的东西 Time Capsule 那我们在我们人类世界里面 跟时间能够联想到的 第一个东西是什么 手表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东西 把它结合在一起 用我们钟表 我们手表里面的钟表零件 跟这个琥珀来做一个结合 它在字面上 跟在意涵上 都有一个相通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好 所以钟表零件要去做成 艺术作品 其实它需要非常精密的 巧手跟眼力 对 因为它那个零件都蛮小的 小到有的可能就是要带 你要带这个显微镜 放大镜才看得见 所以说其实 做这个东西 它基本上对工艺的要求 的要求度也是很高 要怎么样把金属 跟这种素质 化石结合在一起 它有一定的技巧 那老师 你这几年的创作 你觉得有什么样子 不同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想第一件 我刚才提到 十几年前的事情 这十几年来的 我的创作都没有见诞过 所以说发展到这两年来 其实它已经跟当年 那个时候的形态 已经差异很大 像我今年最新的系列 我是把它命名为琥珀宫 琥珀宫 我想如果有去过欧洲人 大概应该都知道 它在圣比德堡 它是一个18世纪的时候 皇室 由德国皇帝送给沙皇的一个 很著名的 当时被命名为八大奇迹 那如果去看过琥珀宫 你知道 它整个房间 全部是由琥珀拼接而成的 用黄金跟琥珀 所以我这两年 尤其是今年的作品里面 我的作品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 琥珀宫里面运用的 琥珀拼接技巧 换句话说 可能金属的比例 就变得比较少 完全是利用琥珀 来作为我整个 创作的一个主题 所以说琥珀的面积 然后作品的大小 都跟以往来讲 都是不可同日而已 可能有的已经大了 以前可能几十倍大 那可以做成画的方式 挂在墙上 来欣赏 所以它的样态 可以很多元 对对对 当然 因为你拼接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把这个 它的一个 作品的面积 体积都放大 那如果说当初 像那时候是 Ember Boy的 那个形态的时候 你可能用一颗两颗 破了原石 它体积就比较小 比较可爱 比较是 算是桌上型 有点像现在的公仔 但是如果衍生到现在 那就是已经 我现在的 目前的艺术创作 它已经是 基本上就是画的形态 所以基本上 已经 它所要使用的 那琥珀的量是很大的 当然 你最大一个作品 大概那个量 要用到多少 如果说以 今年的作品里面 最大的一件 我可能 光里面的琥珀 就用到 大概 完成的部分 已经超过大概 将近一公斤 那面积的大小 它可能以目前的 画的尺寸来讲 已经到30F 那么大 哇 那老师 你是用琥珀的颜色 还是用琥珀里面 有的这种古生物 来作品 填你的那个 都有 都有 里面就是说除了 因为我现在的作品来讲 就是除了是展现 琥珀的颜色以外 还有就是 它的内涵的特性 那我刚才有讲过 我希望我的作品里面 是有故事性的 那这些生物本身 它就很有故事 所以说像我 其中有一件叫做 二虎藏龙 卧虎藏龙 取那卧虎藏龙 我里面做了 是一只在奔跑的 一只恐龙 那一亿年前的恐龙 那小恐龙 它的食物就是 飞舞在林间的 那种昆虫 所以它的嘴部附近 有在上方 我就放了一块 生物化石 就是那时候 生存的那种昆虫 那做出来就好像 它在追逐 那时候的昆虫 那是活生生的 被冻结在里面的 一种远古昆虫 是真的活生生 被冻在里面的 几千万年 像今年的作品 大概都用到 一亿年前 百二纪的 就是真正跟恐龙 同时存在的那些生物 都是已经灭绝 现在也看不到 例如有什么 例如有什么生物 很多 像因为我去年 不是出了一本书 刚好你有采访 叫做琥珀奇葱路 那本真的非常棒 现在还买得到吗 没有没有 大概已经 基本上已经 去年就卖完了 因为那本书里面 谈的就是百二纪里面的 那些昆虫 百二纪你知道吗 就是恐龙最后生存的 那个年代 换句话说很多昆虫 就跟随着恐龙 就已经灭绝了 现在就找不到 现在已经没有 那时候昆虫 可能现在可能 它的长相样貌 都差异非常大 所以我的书才会写 叫奇虫路 奇奇怪怪的 现在看不到的 然后有大有小的 所以为什么琥珀 让人让很着迷 就是它里面看到的 这一种远古的生物 真的你会看到 会觉得很惊讶 说哇 一亿年前 百二纪时代的生物 长这样子 好这个也是 这个黄一人老师 一直不断在 追求琥珀艺术上面 也让他一直执着 然后伤眼力 伤手力 不但只是在创作的 好那事实上 也有一个 以你姓名所命名的 远古昆虫 有 就是我去年 如果有买到 我书的那个读者的话 去年奇虫路的封面 我就是用这一只 叫黄氏艺人扇冲 那扇冲基本上 如果讲的比较通俗一点 它就是一种蜻蜓 一种蜻蜓 对对对 那这种远古蜻蜓 它跟现在蜻蜓 最大的差别是 它的脚 像叶子一样那么大 它的大小是比它的翅膀更大 更大 所以你看到那只蜻蜓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它的脚怎么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六只脚 好像六片树叶一样 是 而且你知道 就是各种物种都会进化 对 所以你就看到 在这么远古以前的 白二纪时期的蜻蜓 原来它的脚 这么的大 OK 好 那这也是用老师的名字 来命名的 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跟一些 古生物学者在做合作 这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子 是 那会命名一定是因为 它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第一个被发现的 那也是可能是唯一的一届 在哪被 在哪被发现 缅甸 一样 缅甸 就是一年前的琥珀 它基本上 现在来亚洲来讲 都是出自于缅甸 都出自于缅甸 OK 好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琥珀艺术家 收藏家 黄一仁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琥珀艺术的探索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21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最正点来宾是 琥珀收藏家 艺术家 黄一仁老师 那刚才提到了 这个 因为 他发现的 所以有命名 这个 黄氏艺人 汕冲 这样子一个远古昆虫 而且他也是在 一亿年前的 白俄纪时期的 一种蜻蜓 好 那其实 老师的收藏品当中 其实 也有很多是 很特别的故事 要不要讲几个故事 来给我们听听呢 我想比较特别的故事 就是说 这些昆虫 我刚才提过 它跟现在的长相大不同 对 那像我在 古生物的研究里面 我比较擅长的区域 像是昆虫里面的蚂蚁 像那蚂蚁 想说大概都知道 它长什么样子 但是一亿年前的蚂蚁 跟现在有什么样子 不一样 而一些的蚂蚁 跟现在长得大不同 也就是说 以现在的昆虫来看的话 它形貌是 超乎你的想象 像有一种蚂蚁 它叫黑帝斯蚁 黑帝斯 大家就知道 它是在希腊神话里面 就是被称为冥王 哇 怎么会有昆虫 用冥王的名字来命名 就是它的长相非常猙獰 它的牙齿 就像长毛象的牙齿 一样那么长 而且它不是像现在的昆虫 是水平式的开河 它是上下 像那个剑齿虎一样 从下面往上勾 而且非常长 那其中有个种类 它还长了一条很长的 像橡皮子一样的头顿 就是现在的昆虫里面 这些结构都不存在 因为它已经进化了 可能就已经不需要用到 它就通常就会 整个都会不见了 好特别哦 那像老师 你刚刚讲到说 你今年的最新创作 你今年的最新创作当中 有不少的作品是 你经过了这个 呕心立血的一些想法 琥珀宫 那有没有 你刚刚有讲到 那个二虎藏龙嘛 那我看到其实 还有一个叫天使之意的 这是什么样 你是用鸟类化石来做 当然当然 因为我每一个故事都有 每一件作品 它都有一个故事 作为核心 那这个故事呢 它其实不是我杜撰的 它是在古生物上 世界里面 它真实的最新发现 我通常会以 当年最新的 这些古生物的研究报告里面 发现的故事 来作为我创作的主题 那这件天使之意 它讲的其实就是在 缅甸湖泊里面 发现的远古鸟类 整只的鸟 被包含在琥珀里面 它不是一部分 那那个鸟有多大 那块琥珀相当大 所以那只鸟的 size也不小 它大概有 将近半个拳头那么大 那块琥珀也相当大 但是整只鸟 被包含在里面 这个在整个古生物 很少见吧 它是破天荒 第一次 所以它也登上了 今年国家地理杂志 中文版7月份的封面 它是一个最震撼的一个消息 所以如果 不要这个琥珀在你这边 不是不是 它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是行力达博士 它是中国北京动物所的一个 地质学的一个教授 它基本上也是专长 在古生物的这个 这个研究当中 对 那像 二五长龙 它讲的就是在琥珀里面 发现的第一件 跟恐龙有关的化石 这个也是非常轰动的 在今年的那个杂志里面 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好 那其实说 去年就有一个很轰动的 一个新闻 就是说 在缅甸的那个 琥珀当中发现了 恐龙的尾巴 对 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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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那一截尾巴里面 长满了羽毛 就是完全 它是活生生的 它跟现在我们一般 在博客里面 看到化石不一样 因为现在 博客里面的化石 大部分都是已经是 被矿石给置换掉 就是干的 你只看它 看到骨头 对 了不起有这个 羽毛的痕迹附在上面 那已经是很罕见 但是在琥珀里面的 这个恐龙尾巴 它是有血有肉 因为它连皮肤 肌肉 都看得到 全部都包存下来 这也太酷了吧 连外层的这个羽毛 都是鲜 都鲜毛壁露 就是你在显微镜下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那个羽毛的立体结构 哇 所以这个也是印证的 当时科学家对于推测说 那时候的恐龙 身上是有羽毛的 千真万确 它不再只是痕迹 它真的是有羽毛 因为就在那个琥珀里头 就看到一小节 然后上面 成千上万的羽毛在上面 非常非常 密密麻麻的 那在杂志上面 那那块琥珀 大概发现是有多大 那块琥珀就跟我刚才讲的 天使仪它比较小 因为它只包含了一节尾巴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推测的时候 如果 那是什么恐龙也不知道 有交给这些恐龙专家去判读 我们只能讲说 它可能就是跟现在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迅猛龙 它是同一个种类 但是以那么小的size来看 它可能是刚孵化不久 小幼龙 幼龙 但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 在刚好它倒下去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倒在树边 树脂流过去 就刚好把它包住了 包住它某一个部分 就被保留下来 好那现在对于琥珀的这种发现 还找得到 持续持续持续都在一直在 因为缅甸的矿区 它是2013年开始重开的 因为它这个矿区 因为战乱的关系 所以它开放时间非常短 从2013年一直到去年2017 它有短暂的这五年 开放之后 所以说大部分的 大量的科学家 都前进到矿区来挖掘 这个古生物学的宝库 所以说这几年陆续发现的 这些重大的发现 都是这段时间里面 挖掘出来的 好 所以在琥珀的挖掘当中 看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远古时期的生物的样貌 像我看到有一张照片 什么蚁狮 多名尼加琥珀的蚁狮 这个也是蚂蚁的一种 它是蚂蚁的天敌 天敌 所以它命名为蚁狮 它的英文就是ant lion 对蚂蚁来讲 它就是像狮子一样 凶猛的敌人 它长得怎么那么像蚂蚁 它其实可能是很伪装 但是它基本上 它是会躲在地底下 它挖了一个坑 它等路过的蚂蚁 不小心滑下去 它就用它头上那一对大牙 把它夹住 然后把它吃掉 所以它也被称为蚁狮 它大部分的猎物 就是以蚂蚁为主 以蚂蚁为主 对 好 像琥珀刚才 经过黄仁老师的分享之后 大家对于琥珀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也知道说 它是可以变成 艺术品的一个元素 当然更多是考古学家 在研究的一个目标 那琥珀它的颜色跟种类 大致上可以怎么分呢 大部分我想一般的人 接触到的琥珀 对它的第一个印象 可能就是黄色的 那有人会讲说 蜜蜡跟琥珀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在英文里都是一样 都叫ember 那简单的分就是 蜜蜡就是不透明的ember 不透明的琥珀 就是在东方被称为蜜蜡 那基本上这两个是一样 那颜色呢 基本上黄色是最大部分 大宗 但是其实红尘黄绿蓝电子 黑白都有 都有 只是比例上高低 它的稀有度不一样而已 那如果要收藏的话 它有所谓等级 是分像钻石一样 它有什么 各种的评判的标准吗 它没有一个最像 钻石那样子 就是用很明显的数据化 给它分等级 那基本上就是 它比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但是大家基本上 因为我想琥珀 它在整个珠宝的运用上 它在像欧洲 它已经流传几千年了 那你要说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还是一个准则 就是物以稀为贵 哪种颜色最少见 它的价值在市场上 会比较高 那最少见的是什么 最少见 目前来看是蓝琥珀 蓝色的 因为蓝琥珀来讲 基本上它出产的产地很少 只有特定在多米尼加 这个矿区才有 那基本上来看 像在欧洲 波罗的海 它占了整个全球 90%以上的供应量 但是你说 欧洲琥珀里面 什么样的琥珀 身价最高 就找最少的颜色 白色 白色最少 所以说如果你去欧洲旅游 你会发现 哇那白色的琥珀的价格 怎么跟那一般黄色的蜜辣 差那么多 最主要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数量少 数量少 在欧美也有专门 琥珀化石的拍卖会 当然当然 因为它是被列为 古生物化石的一个专项 对 所以说如果是拍卖会上 它会有一个 琥珀化石的专项来做拍卖 尤其是侏罗基公园 一炒热之后 那整个琥珀的身价 就是完全不一样 一飞冲天 是 那因为就是刚才 这个黄仁老师提到的 这个琥珀它有这种 时空冻结的能力 所以那个生物的形体 维护上就几乎就是活生生的 对 被封在那里面 有点像定生素一样 所以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很贴切 栩栩如生 对 除了颜色可能会稍微不太一样 因为你琥珀本身的有颜色 你就像我们在一般看东西 你透过一个有颜色的玻璃 去看一个东西 它颜色就会稍微被做改变 那基本上 被封存在里面几千万年 甚至上一年 它颜色可能会退掉 那就是说大部分琥珀化石里面 生物大概就是浅黄色 咖啡色 这样的颜色 那但是也极少数的情况下 会保有它的颜色 我曾经看过像苍蝇 或者像蜻蜓 原来的蓝色 绿色 甚至金属的那种亮光 都还看得到 都还看得到 但是它是极罕见的情况下 极罕见的颜色 那有时候刚好被这个琥珀封住的时候 有的是昆虫正在吃东西 有的正在打得你死我活 对 很多动态性 对 甚至它的某些 就是昆虫的一些平常的日常的行为 像说这个 交配 像很多苍蝇在群飞 在交配的时候 交配 对 或残软 因为像 残软也是被封住了 因为昆虫母 从有一种特殊的一个形态 它如果知道自己有危险的时候 它会在临死之前 把它肚子里的软排出来 所以说像这些双翅目的昆虫 像苍蝇蚊子 我们常常看到某些情况 看到它屁股后面 有一些一颗一颗的小 小东西 那个就是它 对 因为它昆虫被陷入到这个 琥珀的时候 树脂它还在流动 它不是马上就干掉 所以它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 可以来得及做反应 就像我们人如果掉到水里面 会有一段挣扎的时间 那它就利用这个挣扎的时间 赶快排软 母性的伟大 所以在这个琥珀当中 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动态的一个画面 某种知道自己大难领头 所以把这个软奋力的排出 那其实化为永恒的刹那 没错 就被封住了 OK 好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琥珀艺术家 收藏家 黄艺人老师 来跟我们聊聊 琥珀艺术的探索 我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38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我们今天要访到的是 琥珀艺术家 收藏家 黄艺人老师 跟我们聊到 这个琥珀艺术的探索 我们刚刚提到说 去年在缅甸 找到这个保存 非常完整 带有羽毛的 恐龙尾巴 这个对于这个 研究古化石的 这个科学家来说 真的是一大惊喜 这个有助于解开 演化之谜 好 那这个琥珀的迷人之处 刚才这个 黄艺人老师 也跟我们分享了蛮多了 其实我们这样想起来 真的也是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这个几千万年前 几亿年前的这个生物 长了什么样貌 其实它如果被压扁的话 我们也看不到 没错 就是像在博物馆 你们看到那些化石 大部分它都是一个 算是平面的一个东西 当然像恐龙的骨骼 它可以把它复原成 立体的状态 但是它 你看到那些化石 它皮肤啊肌肉 都已经不见了 都不见了 你看到就是一个骨骼 但是在琥珀里面 看到它就是有血有肉的 对 它是活生生 它是一个 等于3D立体的 那甚至我就称为它 它是4D 为什么 它连时间都包含在里面 对啊 因为你可以知道 它是几千万年前 或上一年前 因为这个年代都可以 经过科学的 方法去验证 对 那怎么去判别琥珀的真假 真假我想 还是就跟其他的一个宝石一样 你可以透过很多 这个方式 物理的方式 或者说像琥珀 我们可以透过 肉眼的观察 它的颜色 或者是说像一般来讲 物理的试验法里面 像盐水测验法 但是它不是一个 非常精准的方法 但是大部分来讲 你如果没有仪器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说 用盐水测验法 像琥珀 因为它的比重 一般如果说 最常被仿冒的琥珀 就是用塑胶做的 那塑胶比较重 丢到那一个一定比例的 这个盐水里面 真的琥珀它会浮起来 假的它就会沉下去 这是一般比较常用的方法 但是它也不是一个 非常精准的 真正的精准 还是要透过光学仪器 来做检验 但是一般我们来讲 我们收藏很久的 基本上用肉眼或触觉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感受到了 对 没有错 因为塑胶跟这个 有生命的这个琥珀来讲 它还像触觉跟温度 它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那老师收集琥珀 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吗 就好像我刚才提过 就是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从我大概入社会 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一路到现在 那也会跟很多世界各地的 收藏家有一些分享 当然当然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我有啊 就是一敌一友嘛 所谓有就是在这个专业上面 大家的相互的交流 对 所谓的敌就是 大家抢东西啊 因为像我刚才讲嘛 那个缅甸矿区一开出来 所有古生物学家 所有收藏家 全部冲到那个地方 因为目前来讲 整个琥珀里面 最古老的琥珀 能够找到跟恐龙有关系 就只有在缅甸有 那尤其那个矿区那么大 而且因为它 因为战乱的关系 它开放的时间非常短 2013到2017 像去年又疯矿了 现在想买也买不到 也买不到 也进不去 所以说很多朋友呢 基本上就是在第一时间 大家都是会到那个地方 你说有趣的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在 可能在某一个时点上 一个东西被发现的 也属于其他 今天举例来说 那个恐龙北八 一旦被矿工发现 因为想你说缅甸的地方 虽然说有点 有点比较好像 不是那么先进的国家 但是实际上 它的矿区的矿工 人手一只手机 他们的APP的微信上面 大家也都是随时 24小时在连线上 发现了什么宝贝 大家就及时就传到网路上 所有的收藏家 眼睛一亮的话 会眼是英雄的 知道那一块东西可能不简单的 大家就在网上开始抢 就是得价 谁高价就得标 他有第一时间发现的人 那可能就是 那因为矿工他也许不了解 是什么东西 所以当初那个 最有趣的是就是 当初那些恐龙尾巴 是被当成一只树枝卖掉的 以为那个尾巴是树枝 矿工以为是树枝 结果 那个科学家就当然 他一发现这个东西异常 但是觉得 这个一定该不是 所以他就等于是 买到一个宝贝嘛 哇 那真的是超级Logic的 刘威去谈的 对去谈 很有趣的 那老师你的收藏当中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一些生物 在里面的这个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故事就是 甚至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对 所以我很多书就是以这些 我在里面发现的这些 特殊的生物 他当时的环境 还有就是说长相 跟我们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来作为 我研究 跟我在以书的形态 甚至我现在用艺术品的方式 用艺术的方式 用立体的概念 介绍给各位 那你有自己特别偏好的吗 偏好的 我想我最喜欢的生物 在昆虫里面是螳螂 螳螂 但是如果说 这个螳螂以外的 像昆虫以外的 这些东西的话 我想生物最大 我想男生都喜欢 恐龙 所以说 但是你说真的 除了去年那一件以外 到现在也还没发现 当然还在 大家还在积极的寻找中 我想其他的生物 像说鸟类 爬虫类 青蛙 蜥蜴 这个在琥珀里面都有发现 都有发现 甚至一些在水里面生存的东西 因为一般来讲 我想说树脂化石 那跟水应该没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 我们后来发现了 其实在琥珀里面 也发现很多 在水里面生活的这些生物 像虾子 贝壳 螃蟹 都发现了 所以它可以还原到 让我们知道说 以前这些会生产树脂 这些树木 其实它都靠在 跟水旁边 跟溪流 可能在琥珀旁边 很近 那才会 这些树脂留下来的时候 留到根部的时候 可能它就接触到 这些水的环境 所以连水里面的生物 都有可能陷到树脂里面 这也是我们在 这些琥珀 给我们的一个证据 让我们还原 当时古时候的 这些生态环境 是 好 那所以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 对于研究古生物来说的 科学家 或者收藏家来讲 就真的是每一个 琥珀 你们都可以上玩很久 对不对 当然 你们是要拿着 显微 那个什么 放大镜 显微镜 因为有些 当然如果物体大的话 放大镜 或肉眼就看得到 但是真正的细节 的观察 还是要透过显微镜 显微镜来观察 它一些细节 而且它可以见识到 潜在在昆虫 体验的微小生物 当然 甚至有的 专门的微生物学家 他会去可能 用高倍的放大镜去看 因为基本上 我们在琥珀里面 看到这些生物 它的身体都成半透明化 所以甚至它 连它肚子里 有什么东西都看得到 肚子里面的 对 像我刚才提过那些 像一般 除了昆虫以外的 这些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 基本上在琥珀里面 它都呈现透明化 因为它被包覆在里面 那么久之后 其实它的皮肤 都已经被琥珀素质 给浸透 就像我们照X光一样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里面的骨骼 内脏 里面有什么东西 所以说当然 它肚子里面 有没有寄生虫 也是很多生物学家 好奇的事情 研究的地方 当然 几千万年前 上一年前的微生物 是什么样子 所以它的那个 藏道 里面的这个 微小的生物 都可以观察得到 好 那像这么多年的 这个收集 艺术创作 有没有在艺术创作 卡关的时候 卡关我想就基本上 就是卡到这个 琥珀的加工 它是一件很 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像我现在 这几年的作品来讲 我的体积越来越大 那我为了追求 在作品上 跟这个真实生物的拟针 我想昆虫里面 昆虫身上最薄的部分 是什么 翅膀 我有的作品呢 它的薄度就是薄 跟翅膀一样那么薄 那你想吧 琥珀的硬度不高 它大概只有三 最高到三点多 那你在加工的过程 你要怎么样把它磨到 像翅膀那么薄 薄如残液的情况下 它不会断裂 不会破裂 这就是一个 加工上非常 高难度的一个挑战 那它也有可能失败 失败率非常非常高 那琥珀就会 很可惜的就裂了 对 所以说失败率很高的情况下 你要找到一个相对应 能够忍受这样高度难度的 加工的这个原料 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目前来看 如果像要达到我目前那种 那种等级的加工呢 目前大概只有硬度最高的也是缅甸 缅甸的琥珀的硬度 它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琥珀群里面 它有超过大概有的最高 可能到3.5以上 那一般比较软的 像多明依加 它可能只有2点多 差那么多 差很多 差异度就差很多 所以等于创作的时候 就要拿缅甸的琥珀来创作 就是某些部分 你要做的比较薄的 要挑战难度高的 你就只能挑选特定区域的琥珀来做加工 那你一件作品 大概花多久时间来创作 基本上有可能有的长达一年以上 因为你要从收藏 收集原料开始 那我的构图有的现在很大 颜色上也有很特定的需求 像我其中有一件叫琥珀 琥珀的琥就是老虎的琥 魂珀的琥 我就是做了一只老虎 那老虎的颜色 我想基本上我就是要挑战 颜色要跟火生的老虎一模一样 那老虎的颜色我们也知道 它就是黄色白色黑色 这三个颜色 那我刚才有提过 在欧洲里面最珍贵的琥珀就是什么 白色 白琥珀 那有时候要等到这纯白的琥珀 那真的是要等很久 也要运气 也要机会 对 哇 所以你看 这个任何的创作都是 还有它的坚持 等待 对不对 然后还要愿意割爱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又是收藏家 又是艺术家 有的时候你应该会舍不得拿出来 当然了 因为像今年的创作体积都那么大 对 那所以说当然是要找大型的圆框来开刀 对 那对这个对于很多收藏人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对啊 你把一颗收藏了二三十年的宝贝要把它切开 那有可能切开 有可能失败 那这颗宝贝可能就毁了 那所以说也是要决心 那你有曾经就是让你觉得 哇 我心快碎的时候 有可能 因为一刀下去可能琥珀碎掉了 那可能就 那就前功尽弃嘛 很多时候 那碎掉的琥珀怎么办 碎掉的琥珀 如果基本上就只能看他放在那边 或者是拿来当成送的礼物嘛 可惜了 好 那很期待这个黄艺人老师的这个琥珀艺术特展 琥珀宫 那如果老师这个琥珀宫的展出 有确定的时间地点的话 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 那今天的确也听到很多关于琥珀的知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53分 黄艺人老师在这里 他的这个琥珀创作 其实今年度的最新琥珀艺术创作 就是琥珀宫系列 那这一个系列当中呢 哇 真的是跟以往的创作完全的不一样 是挑战自己啦 没错 你们艺术家就是不断挑战自己 然后也把自己 收藏了二三十年以来 全世界各地的琥珀圆框当中 色泽啦 纹路啦 质地最好的 让他出来创作真的是歌爱 那呕心力血啦 所以这个创作我们也很期待 那其中你觉得如果到时候 这个琥珀宫的展览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适合什么样子的朋友 可以一起来欣赏呢 我觉得老少贤疑吧 因为我以前办过的展览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看着家长 带他们小朋友 对呀 因为每间琥珀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那我一直的想法 我从事艺术的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把这个科学 融入到我的艺术里面 就是科普知识 对对 你也可以把它称为科普艺术 对 所以说能达到欣赏 审美跟教育的功能 对 都有 然后大人小孩 其实一起来认识一下古生物 然后一起来欣赏艺术作品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而且我看到老师 今天琥珀宫的几个大作品 的确是非常的精彩 你可以看到琥珀非常丰富多样的色彩 然后你可以看到穿越时空 几千万上亿年前的古生物 就在艺术作品当中 期待老师的琥珀宫的展览 谢谢 好 非常谢谢黄一人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让我们认识了琥珀 这个非常神奇的 这个化石 宝石 艺术的作品 那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多看看这一些 艺术啦 或者多了解一些科普知识 对我们生活是多彩多姿的一个 样貌 对不对 好的 非常谢谢黄一人老师 谢谢 那如果大家要搜寻老师的作品的话 可以到哪里去搜寻呢 打Amber Boy 应该就可以看到很多 有关于我的那个 然后也欢迎大家到我的脸书 或者我的粉丝团 我里面都会有 我最亲动态的一些介绍 或者我一些作品的一些介绍 好 Amber Boy 好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接下来两个小时锁定光丁姐的pop抢先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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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